日本综艺能有多丧心病狂 这个毫不知情的男人正敢去上班 但推开门 地上竟然全都是胶 把他沾得动弹不得 连表情都做不了 而这个满脸优越的男人是他的同事 没错 他提前来的 已经浑身是胶了 上班前要先做体检 同事多天先测肺活量 正卯足了劲儿吹呢 却没发现后方一样 后面的管子里竟然有暗器 为了报仇 多天把目光瞄准了另一个同事小善 还是同样的肺活量 多天期待他会跟自己一样遭受痛击 嘴得咧到耳根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 同事刚吹完 没错 受伤的还是他 晚上他留宿酒店 多天正在快乐地刷咯 但下一秒 另一个房间的小善 则被反向折叠 这不能让人笑疯的综艺 叫整人大赏 他让人最开心的地方 就是不管多大咖啡的明星 都会被整得非常凄惨 可以说是毫无架子 就连长泽雅美都喜欢参加这档节目 他的搞怪在下一次成谷中 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男人进房间消毒 以为按下的是洗手液 没想到按下的是水龙头 男人伸手接水 没想到水突然变大了 看着水龙头喷水就关不掉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会过 这种心机如焚的感觉 但节目组显然更狠 竟然一口气喷出五道水柱 好好的消毒室 瞬间变成了海景房 如果说之前的整骨是折磨身体 那这次的整骨就是折磨心灵 但节目组表示 肉体和心灵我全都要 不信 你看这个叫King的男人就知道了 在日本就连洗手都充满惊喜 这个叫King的男人准备洗手 但下一秒就被洗手液吓到了 从热成像能看出 里面装的根本不是洗手液 而是芝麻油 King打算洗干净手上的油 但殊不知又中了圈套 这座大炮里的芝麻油 可比洗手液里的热多了 不光是洗手 就连测体温都暗藏玄机 小哥拿着体温枪端向了很久 确定没问题后再测体温 但这还没完 小哥一照镜子 里面立刻喷出干冰 强行冷却他的体温 最后一测32度7 再低几度都可以冬眠了 这部整人大赏 堪称近十年来最好看的综艺 或许没有之一 节目组不分咖啡的整骨 在这些年来从未失手 却没想到被一个中国女孩 打破了不败神话 这个叫王林的女孩 受邀请参加节目 其实从她进门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被整骨了 她的脑袋不知道何时 被印了个图章 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王林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立刻上前清理图章 本以为她会再进一步 没想到她竟然回到了原位 节目组只能强行打开机关 发射奶油炮 没想到女孩早有准备 想都不想直接往下面躲 这百发百中的奶油炮 第一次被人躲开 这也是整人大赏这么多年来 唯一一个逃过整骨的人 而接下来你绝对想不到 当年在奥斯卡狂烂 四项大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 竟然也被整人大赏翻拍了 准备好 接下来你可能会笑掉大牙 万万没想到 狂烂奥斯卡四项大奖的寄生虫 竟然被日本人翻拍得有模有样 一家人住在地下室 每天上网都靠蹭别人的WiFi 到这儿一切都很正常 但后面的画风就开始走歪了 一位女明星正在拍片 但下一秒 她直接掉进了地下室 而这群寄生虫非常愤怒地给她定罪 寄生虫们对女明星常年拍摄 性感杂志封面非常不爽 决定惩罚她 命令她挂在秋仙上 当过这条满是热牛奶的河 女明星身材高挑 这事对她轻而易举 但刚要去抓秋仙 秋仙竟然缩了上去 能让光鲜亮丽的女明星变成落水狗 寄生虫们非常高兴 接下来是这个女播音员 还是同样的配方 还是同样的味道 播音员一脸迷茫 她的罪行是在 上穿了太多美照 同样被推上秋仙 婚姻员以为秋仙又会上缩 只要跳得高就行了 但她还是太年轻了 寄生虫们连跳高的机会都不给 直接给她坑进了牛奶池里 而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更是重量级 三国混血模特辅助明美 她犯下的罪过是严上罪 翻译下就是因为说错话上热搜 成了网友口诛笔伐的对象 她的惩罚是和寄生虫一家的妈妈坐马桶 看谁先掉下去 女模特毕竟腿长 可以说是牵着大妈的鼻子走 但大妈不甘示弱 突然反击 靠着偷袭 大妈轻取女模特 但没想到下一秒 马桶里竟然露出了墨水 这其实是为女模特做的定时机关 等她掉下去以后 墨水就会把她染黑 但大妈因为太激动 提前把她踢下去了 于是她只能在马桶上动弹不得 这就是日本著名综艺 整人大赏 2020秋季特别版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就点赞关注 我是家猪 我们下一期